大家好,我是橘子 今天再来塞一塞我家的晚餐 两个孩子不在家 做的都是我和老公最喜欢吃的 下面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这个是杏椒 洗净之后把它切碎 放在盆中 再打入3个鸡蛋 加适量的盐 少许的麻辣鲜 搅拌搅拌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面粉 这个面粉不需要加的太多 能够让辣椒的表面都裹上面粉就行了 像这样子 接着锅中烧油,炒热之后 把辣椒放进里面 煎至底部定型之后 翻动翻动 再用铲子给它压碎 全部都煎至金黄色 这样子的口感是最香的 在出锅的时候撒上适量的细芝麻 再次翻拌均匀 将辣椒和芝麻粘得更牢 像这样子的状态就可以出锅了 盘子的四周 然后再摆上一圈村饼 搭配着辣椒吃 真的很过瘾 这个是我提前泡好的红薯粉丝 先把它洗净 沥干水分 再准备葱姜蒜末 放在一旁 备用 一块豆腐切成小块 放在水中 给它焯一下水 去除豆腥味 山锅里面倒入适量的油 把葱姜蒜 再加入一些辣椒段 用大火爆出香味 然后加入一勺皮鲜豆拌酱 用厂子翻拌翻拌 采出红油 接着倒入适量的开水 也或者是高汤 先把豆腐放进去 把粉丝放在上面 大火煮五分钟左右 把粉丝煮透之后 加入适量的盐 再加入一勺生抽 少许的老抽 用筷子搅拌搅拌 哇 这个真的好香啊 整个厨房里都飘满了它的香味 最后再撒上一些韭菜段 就可以关火上锅了 最近的天气真的太热了 我又熬了一些绿豆汤 既好喝又结熟 用春饼包上炒好的辣椒 那口感真的又香又辣 超过瘾 这个粉丝豆腐堡是我们一家人都喜欢吃的 又香又辣 非常的入味 这样做的可以当主食 也可以当家常菜 反正怎么吃都好吃 我是橘子姐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